他專門講結構 講聲音的運用 黃永豪教授 另外 他其實他是埃及文化的 非常深入研究的一個著名學者 他全世界排名在前三名 我們很有幸請到他 他今天講的題目是聲色的和諧 我們歡迎黃教授 也歡迎台大的吳孝山 吳教授 他們幫忙歡迎你 謝謝大家 謝謝我的普通話 國語還不行 還要我的朋友幫忙 我講英文 從來往 我講英文 然後我會翻譯 我會翻譯 我會翻譯到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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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文化還不太專業 今天要講的題目是聲色的和諧 其中harmonic 就是大家都在講和諧 可是 而且不是一個抽象的東西 它其實可以很具象 這是在甘肅張燕有七產的那個山谷 所以這些山谷本身就已經有顏色跟布在那裡 等一下我們會檢視這些顏色跟地貌還有物質之間的關係 我們看到顏色 其實我們看到它的反射 一種光譜 我們看到那個白光照在這個紅色的布條上面 我們看到紅色 可是白光裡面它其實蕴含了七個顏色 為什麼只能看到紅色 因為其他的這個紅色以外的器材 而且其他六個顏色被材料吸收 只有紅色散不出來 讓我們的房間也都看得到 任何人 在任何角度看到這個都是紅色 如果你想像的是一個雷射的病 就是那個光束 光束 我們可以感受到的 我們可以感受到 從這個布上面射出一個光束 到我們眼睛可以接受 反過來這樣看 所以我們在這個房間裡 我們在這個房間裡 我們看到紅色藍 然後後面藍色的這個 因為無辜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處在一個 這些顏色的能量 剛剛講過 光 七色炸藍 我們看到這個光譜 所以這個光譜是一個能量 所以我們在這個房間裡 我們在這個房間裡 我們必須能夠測試 每個雷射病 在我們身體裡 如果我們要形成一個和諧的狀態 我們必須精確地量到 或者接受到 像這樣的紅色雷射病 發揮我們身體 如果我們要形成一個和諧的狀態 這個真正的接受的過程 就是Dr. Herbert的美國人 他畫的這個 有關於和諧的遺構 從顏色的這個 流轉的狀態下 跟各位分享 在中間是創造 創造 在中間有聲音的種子 從這裡面 也就是他的痛 就是 C 調 音調 C 調 調 調醒 痛是調醒 一樣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它這樣子 根據這個 這樣的 CD 這樣的一個 然後再來 再回來 然後 如果您可以看到 從中間 你會看到 從中間 旋律 的 so if you follow the elaborate from the center you come out you come out on the right and then you go to the left following the space and then you turn 180 degree and then you come back to the right and then you turn 180 degree again and turn to the left if you try to walk that's right if you try to walk following the lever then you are repeating all the tunes and all the color spectrum 如果根據這個迷宮的走 從裡面往外還是走 各位可以看到旋轉到上面 然後再轉回來再轉過去 整個360度 就是兩個180度 像回來看到紫色 就是你可以轉過去轉過來 都看到聲音和顏色之間交疊的狀態 Tanda 她先描述 In our lives First In our lives we have to go through 從創生 來到我們的身體 然後到生命 然後回到創生 他從中間的創生開始 一直到我們身體 一直到我們累次覺醒 然後再到重新的創生 這個剛剛講的這個邏輯或者故事 已經累積了好幾千年 但是第一位能把這個東西記錄下來變成文字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彼得格拉斯 乘 kadın 這裡是一座 trafi和aps 概念 這一座並 fro咗一座 以及一 toen二座 第三座 那一座 可哀忽 然後是說法 這�圓 ultimately被人 相قول 這 cotton 這是那種 移者 比德拉斯有一個很簡單的擺錘符 我們都看到它有第一個行政第二個行政 從右邊這邊看到harmonic 我們知道第一個order,第二個order 就是不同的mod 如果波長減半的話就兩個 然後它的左邊我們看到它跟星體運動 跟我們結合我們宇宙星體的一樣 它也是在一個循環的運動狀態 這個擺錘也是在一個循環 所以它把一個數值跟我們的天體進行一個 就把它呈現出來用圖二維的方式讓我們看得到 所以比德拉斯他提出來一個和諧曲 主要的就是這個擺錘 它必須是一個很均勻的 就是free 的這個擺錘 然後正好它的接次應該是有對等關係 在我們的星系裡面 太陽系裡面 我們最能夠最和諧的而且最穩定的就是這些宇宙運行的很穩定很穩定的 就是它的周期的運行 從這裡我們可以從我們的心體可以看到它的運行的狀態 和諧的狀態 所以在歷史上我們有所謂的 我們有所謂的 我們有所謂的 有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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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瓦尼 那個很有名在宗教史上面 因為他違反西方原來宗教認為地心說的概念 他把它定出日心說 所以他是繼彼得戈拉斯之後 第一位學者 在十五世紀的時候 比特戈拉斯是在西人紀念大概四百年 所以在2000年以後 他再把這些星球運行的方式 用圖像的方式呈現出來 另一位是柯瓦尼 他在柯瓦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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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瓦尼 他有一個很著名的書 《Harmony of the universe 》 或《Harmony of God 》 它被翻譯到中文 如果你興趣的話 你可以拿走這本書 這本書是一個經典的 《Harmony of God 》 這是《Harmony of God 》 他寫了一本 應該是神聖的和諧吧 後來翻譯到《世界和諧》 基本上就是這本書上面 有描述這些邏輯 他特別強調什麼是和諧 在二十一世紀的中文 從 Newton Newton 用了這個 《PRISM》 然後 他分了 七色 和諧 這真正是 是 《Pythagoras》 和《PRISM》 在 在2005年紀錄製作的《Metaphysics》 《Newton 》的《Newton 》是 《What has been written down a few thousand years ago》 牛頓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就是 他在二十三歲的時候提出來 光透過三年鏡以後會呈現七彩的分布 他很年輕的時候發現 這個光線跟顏色還不太一樣 他有發現他有波長的關係 其實他來解釋這些東西 是把亞里斯多德行二上學 以前就提到的這些東西進行一個比較完整的呈現 然後在《Platos》他在《Theory of Harmony》 in his book called Timoros Timoros is the first book saying that we don't actually see the light we're flowing out a vision and the light is coming back into our eyes that is very similar to the Buddhist saying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摩拉圖是蘇拉丁的學生 楊伊斯多德的老師 他提出 他大概也是在西元400年提出的 叫Tom P.Moyce 這裡面就講到 因為那時候非常奇特 因為對於人的眼睛看到的東西 其實不是直接接受光 但是應該講是 人的視覺的體系 我們大腦裡面並沒有光的存在 而是投射跟Fusion還有一個影像的關係 所以那時候非常 他其實在傳遞一個東西 不是直接跟外界的東西 而是一個意識的呈現 所以他跟佛陀講的相當形成 或者設計空空間設 這是有關的 一樣的 所以它是一個很短的歷史 這是一個很短的歷史 The sky is changing color 所以亞里斯多德他把Harmonic的描述 剛剛講到白錘的 每一次從日升到日落 這整個分佈的 他由黃、橙、橘、橙、黑的過程來呈現 然後就會開始進行 進行要搬寫時在法ilar? 亞里斯多德的心無二人論是教會 後面兩千年一直用來作為統治的根本 他把亞里斯多德的概念重新簡化以後演化下去 一直到達文西在最下面那一橫的 他把四個元素把牽入形成一個和諧的綠 所以這次是當時的博士尼斯多德的博士尼斯多德 他放出曝光和霜 从天尾到天尾或天尾到天尾 放在纺维 又放在纺维里面中了 到1629年 英国的一个医生 他开始 剛剛前面我們講的東西都是擺動 就是這個來回擺動 但都是一個人的方向 但是他把它變成一個圓 然後把黑白放在一起 然後圍成這個顏色以後 把他的病人放在中間來做療癒 因為那時候他把所有的過程寫下來 記錄下來 但是那時候是用的是拉丁文 之後所有英國的醫師 也都用拉丁文來記錄這些 美國的體制的形式 在 inquilino上有建立的工具 解釋的工具 而且從頭部屏來大家看到把氣味的 解釋的對方 我覺得可以用在的工具 解釋明達成的構圖 好解釋明達成的 博拉圖他認為所有的幾何都是一種能量以及萬無他形成的本質 然後他用一些理型的方式把它剪開以後 這個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所以也因此這樣推演出來人之所以能夠出現 因為萬無人的出現也意味著宇宙演化到最後的一個實現 然後趙偉文哲在自己的創造這些東西實現了他自己本身 所以就是後面那句話 所以他其實是說是 我們有在的 Bible 它會說 《Let there be light》 然後從我們所說 《What he sees》 《What the Bible says》 《It's not the light we see》 《Of course it included the light we see》 《It is the light in the dark as well》 《It is the light that is beyond our vision》 我們說聖經裡面看到神開始說給他光 博拉圖他解釋他的光 他所呈現的光不是我們看到的亮或光 同時他也展示在光 在我們的視覺之外 其他的能夠感受到 包括黑色的 他也是一種光 所有的宗教裡面 我們現在的宗教都會談到光 包括佛教、道教、還有基督教、天主教 所有的宗教裡面 我們現在的宗教都會談到光 包括佛教、道教、還有基督教、天主教 以及任何人都提到光 佛光、道光 他就剛才講了 所以在聖經裡面說 在聖經裡面說 有兩種顏色 最主要是黑色和白色 但他也說是紅色和光色 光色是一個很 complex的意義 光色是一個很 complex的意義 每種材料有一個光色 叫光色 除了柏拉圖他提到 兩個非常方便的基本色 一個是白色、一個是黑色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輻射 輻射就是 我們就像放射輻射線一樣 他認為所有物質都有它的輻射 所以在那時候 他使用光色 像我們所說 今天是能量廠 但在那時候 他描述 能量廠 也就是顏色 我們在現在 會去解釋 任何物質會發生出來 是一個能量廠 他那時候不知道 沒有辦法定義這個能量廠 所以那時候用一個輻射 就是輻射來呈現 但其實他是發送一個 或者說氣場 或者什麼 是一種能量廠現 所以這裡面 從前面剛剛講話 因為他既然發射這些東西 所有東西 既然是一個廠 這些東西 它應該都有一個 我們稱之為 質量 就因質量的改變 所以顏色 它的質量到底是什麼 我們稱之為 圓科學 就是 一種 dangersciences 所以我們說 我們在談的 色素 是我們不是 的色素 記者 是 從我們註写書 它是 其實我們所說的 質量 我們是 圓科學 他把它翻譯成圓科學 但其實它叫做 後色科學 Meta-cognition 後色的科學 原科學也可以 它講到如果你站在一個後色的 我們叫後色的思維是在這個系統之外再來看 所以我們講的不是顏色中的色 我們講的其實是講的能量的質量 而且它不只是在我們可見的頻率範圍之內 也在這個頻率範圍之外 它可以重複出現 就像聲音一樣有不同的Older 也都是在觀察裡面 如果我們去深究它裡面的這個叫Quality的話 牛頓其實它是一個很簡單的樹上蘋果掉好來的地心引力 但是其實在整個過程中我們會看到能量運動以及重力互相的關聯 而且交換 所以即使是一個很簡單的 我們都可以去個別去定出來 那能量運動重力這個也是跟後來這個Hazenberg測不住原理 有關因為他在運動的東西 很多東西都沒有辦法 因此,如果我們看到所有東西都沒有要動 我們不需要動的 因為我們的能量已經有了 所以,我們看到的零點 那是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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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一般東西我們不動的時候也有未能 而且它掛的數成數 所以它跟它之間有連結 當它開始要改變 就是零點 就啟動的時候的狀態 開始進到另外一個就是活躍的狀態 它開始運動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數學還有幾何的計量這些東西 都可以進去去描述它 Egyptians have deduced the mathematics and geometry quality from the nature and they have also teach us how to use this quality into the sound of the music and also the color 這個古埃及它用數學和幾何的特質 這個講的是大概六千多年前的埃及人 然後它發現的音樂聲音和顏色都可以從數字中展現出來 OK And that is the quality of physics And my Egyptian teacher is Ibrahim Kareem And he has created a term called the biodeometry And from there, there is the physics of quality And he has used the sound, the color, the motion and the numbers And to describe the physics OK 就是那個卡利姆博士 也就是James的老師 他發展出一個東西叫做生物幾何學 Biogeometry 它其實就是基於質量物理學的概念 他把顏色、聲音、感受這些變成質量、量度 這些東西基本上背受這個概念 So in Biogeometry He can also use the color So in Biogeometry He has used the color The green and the red And using the axis of our magnetic field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By placing the color in an angle That is a virtual axis to the north and south By a virtual axis, we form an angle And from the angle, we can change the energy field within the space OK 我們剛才看到北和南 這個是軸線 就是地球的極性 然後它在這裡面 在生物幾何學裡面 它可以設定一個虛擬的軸 這種紅到綠的軸 中間有個BG三個 就是Biogeometry 主要三個element 然後這個調整它的角度 就會形成能量的改變 OK BG three is the gold, the green, and the ultraviolet is the high harmonics of the vibration Again, it's the energy quality We're not talking about color But it's just using the color to describe it OK BG three是三個東西 就是紅、綠、和 ultraviolet 紫外形成這個虛擬的軸 如果它能夠在宣論角度 如果跟軸線成一個特殊的角度的話 它會就像弗拉德講的神的光 那就是在一個和諧的狀態 So the power of harmony we tested in the toilet which is in Hong Kong 250 people farmers using it it's really smelly and we put a color in the toilet and the smell is gone OK 它用這個東西放在香港的一個廁所裡面 一個大概250人會使用它的 然後放過以後 處理以後 味道就消失了 This color is the one we play Mar-chong The color chip Mar-chong 丑馬 OK 像這個東西就有丑馬一樣 chips 就是放在上面 對 這是真正的丑馬 真的丑馬 chips OK We buy it from the Mar-chong OK 麻將門店那個從馬上放在上面 We find it at the right location and then we use a double-sided tape and we tape it on and the smell is gone 就填了就好 顏色 We did it in last November and it is still working 上次去年 November 11月的時候 沒有任何化學的臭味 就是人的臭味感覺 G of CC 一定也有紅色了嗎 不是 沒有 他剛剛講紅綠 所以像化分支處理化學的東西一樣 生物出現 生子才有的 剛剛講過 不是紅色 你剛剛有能量 Quality這些東西都要 combine 所以他本身這個學問 Jams是目前Qualify的 Extractor 亞洲的 I think it's a time to bounce It's a last picture, right? Right, last picture OK So if you stand there for 5 minutes All your clothes will be really thick 如果沒有放那個東西 你站在那裡 那個衣服上面都會站在那個 那個 對 但是其實有一些 particle OK So we form the color circle here And inside we cannot smell anything 在裡面不會再聞到任何味道 But as soon as you walk out the circle You can smell it OK 所以一離開就會 它在這裡面形成一個能量廠 就是我們說的結界 在這裡是把它玩出來 但它是科學的結界 是可以重複出現的 Yeah, this is repeatable And so you demonstrate what Plato and Aristotle was talking And what was the doctor Robert Freud was talking from a few thousand years ago And then we repeating what they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就是說主要是瞭解了以前 彼得格拉斯、亞里斯多德這些人 幾千年前所講的東西 它的確是有什麼影響 所以它這裡面形成一個和諧場 所以所有東西讓我們不舒服的東西 就會消失掉 So if it can heal the environment It can also heal the body 所以它能夠把一個環境可以治療好的話 那對人體應該是有同樣的效果 OK So that is my last bite See if I'm standing there in the toilet It was really nasty when I was there And then we put the color That was OK Thank you 大家有問題 那個剛剛有一個資料說 那個Plato說那個眼睛不能接受光 跟那個相由心聲是什麼關係 什麼意思嗎 能不能拿上麥克風 跟那個Plato說眼睛不能接受光 不是眼睛不能接受光 就是我們眼中看到的東西並不是真正的光線 真正我們看到的東西 對 對 因為沒有看到直接可以傳進去的路徑 對 對 它是說是一個人的眼睛怎麼說 可以算的 它其實講的就是說人的眼睛不是接受光 不是接受光 它是Spectrum 它是一個光圖 它是投影而已 投影而已 James 我有個問題 所以說了半天最主要講的是顏色裡面的quality 能量 每個不同顏色有不同的quality Not only that Not only that Not only that The color is only a carrier Deading A carrier OK 但是不同的顏色跟它的能量 quality是不一樣的 不同的 Different colors like you You are a mother, you are a grandmother, you are a daughter So you is a color But color can be many many things I think 那個您已經了解了 但是我要強調一下 那個 過去的那個 一直到2000年前都是叫做量化的時代 所以我們中國人 以前很優秀的科技發展 但是從量化時代來看 工業革命以後 西方開始複製以後它就超過 但從2000年以後它會進到一個叫植化的時代 植化時代就不再是一個factor 就不是用伎量的一個維度 它是一個多維度 所以你沒有辦法用 原來的方法來去思考 所以剛剛講過顏色改變 為什麼味道會改變 這個我們的炎氧的色是會感染 它會直接的影響 但最主要的 它整個paper甚至意思是harmonic的話 所有東西都和諧 它不是只是某種維度 它是一個整體 最重要的是 要注意的是 有的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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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的大力 有的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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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夠逐漸 如果在開放的空間 在每個地方都很臭 然後你會造成一個瓦泡的能量 在 harmony 然後味道更好 這就是我們做的試驗 楊博士大明已經清楚了 然後他來解釋 當和諧的時候 他會形成共振 所謂和諧什麼 沒有矛盾 沒有影效 OK 所以他會整個場 有多維的行程 音樂是基本上半音系列 完全發動 完全鼓勵大聲 對,但你必須去看 你必須去看 哪個音樂是在演出的 如果你在演出的音樂 在小房間 你不需要很高的 所以那種感覺很難 在小房間 你不需要很難 所以在小房間 我們只需要一種色 在小房間 就像一種色 在小房間 那種色 但是在小房間 我們必須去看一下 請問一下剛才那個洗手間用紅綠,那可不可以用其他的顏色呢? Yes, the position will be different. Like you playing a song in the toilet, or you playing a song in your living room, the sound will be different. 那個,對,他那個... 不同的顏色會適合不同的場域,在不同條件之下,就根據你需要的審問 所以他這裏有一套叫生物幾何學的概念,他認為所有的幾何的形成都是因為能量的,都有能,都因為能量 我們以前認為這是精子的東西,但其實他是... Jex, do you have course, they can take? Oh, yes. OK,問題他有教課 I am giving course at the moment in Hong Kong. and if you have some interest in Taiwan 我們ACM James,我們的教授 我們美國音樂院 OK,OK,這樣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我第一次教的東西就是一個非常美穎的一個系統 我是特別要跑步飛到我洲洲愛爾蘭,來到美國去上這個課才能學到Jex 現在可以在亞洲叫這個系統 所以真的是很怕你的整個生活 還有你的一切的以前的所說的新聞模式 所以你們如果真的對能量、空間還有整個 差從身體到整個大的空間,全部都可以改變 如果有興趣的話,我真的建議你們去跟Jex聯絡一下 因為這個真是,能量在亞洲學道真的是會 如果外面等一到一半 你已經找到嗎 好,好,好 我們ACM是Online Study 是網路 所以你無論人在哪裡都可以上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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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 was just saying that he would like to organize a course here for me so we can contact Sam here in Taiwan I'm Jason I'm Jason 好 那個 James會贏 我知道他剛剛被 大概在去年被qualified 變成亞洲第一位 就像Jason講的 他是第一位被合格的 被qualified老師認證的生物體格群 他考試的不只是比試 口試 還有真正的exercise 他必須去證明他是OK的 所以這個很麻煩 目前通過的全世界好像只有四位 他已經在香港 因為去美國去 向qualified老師學的可能非常的貴 Jason跟我講到十幾萬 超過二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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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想在這兩岸 他應該相對來講 會比較 比較 價格會比較好一點 那已經在香港 他已經剛開始 三月 現在三月 我們也在講 什麼時候在台灣會辦 我們會一起來想辦法 我們會organize it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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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